通訊行前親民惡煞突然抽上去 把一名男子團團包圍 抓住衣服和手 再拿出安全帽 水果刀 往頭部狂砸猛敲 被害人被打到頭暈目眩 雙腳不停用力抵抗 甚至外套也被扯掉 人最後還是被推進 雄旅車後座再走了 新市區一間通訊行前 徒招無信犯前等7人 以安全帽和水果刀殴打 並強壓上車 這起掘人案發生在台南市新市區 債主派小弟到處找人 果然在通訊行發現被害人 他因為幾千四萬元並不見面 手機也不接人間蒸發 一發現後立刻抠人來 二話不說拿出給西 把人痛扁一頓拖上車 最後再把人半路丟包 警方一小時內調閱監視器 迅速把人逮捕 於一小時內 其餘本市新市區等兩處 茶器無信犯前等7人到案 四萬塊錢金錢就分 就用安全帽水果刀 把人痛扁一頓 海爐走半路丟包 親民惡詐氣焰太囂張 最後被依照傷害和妨害自由罪 移送罰辦 吃牢飯好好翻新 繼續來關鍵 王書宏 台南報導